没关系,好 谢谢主席 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开这个党政平台 就先行离开 是因为告诉我说可能会提早 谢谢主席特别等话 我请主委好吗 又请孙主委 还好有你 廖委员好 主委,首先我想你们两个 不用买的 刚刚的对话让我非常意外 第一个 不能讲难过 不能说那个平等 我就非常难过,不可以难过 我就勇于面对,平等就平等 怎么样,我就要改善 这些事把它加强 所以以后你们再打询 少讲难过遗憾 这种话,直接面对 第二个 私底下跟陈伟员 用不用买的话聊聊 你们在这里对话 大家都听到你们在为了重要的政务 在距离力争 或者是说明 用不用买的话 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 这是题外话 我看了你的工作报告 坦白讲是简单了一点 我不晓得内政委会怎么看你们的报告 我觉得是过于简单 当然可能跟过去的这个报告内容 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改变 所以你就不想再多多琢磨 就是按照这个 我之前有做一些补充 因为也是主席才是 以前的更简单是不是 对 也不是 但这个比较是恶药 怕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好 那么第一个大项 您提到了推动原住民族自治 培力不落自主的发展 这个 当然在我们国民党的主张里面 也把这个自治 列为优先的法案 不论它的内容如何 这个总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表现 我个人乐于见到这个自治法 真的能够在一定的会期 比如说这个会期 我下个会期 能够通过 那我比较遗憾的是 对阿美组来讲 这个自治法大概比较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我过去比较没有花太多的精神在这里 但是我乐见其他的族群 能够真的能够有机会 来用到您现在制定的这个法律 但是站在阿美组的立场 我要让您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现在关于自治 当然我们讲土地 讲财政 讲文化 各种的权力 这个权力的一个处理 对阿美组来讲 现在42%的人口都已经在都会区了 所以那个到底要怎么样自治 是难上加难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制定一个 阿美组东部传统文化生活富裕区 希望做出记录了 你把它记起来 你的幕僚 把这个记起来 我们要推动这个 这个就是你 虚拟的阿美组自治区 它的范围在海洋沙漫的两侧 那个几乎都是阿美组的部落 当然现在白兰越来越多 稀释了我们的人口的比例 但是都还在50%以上 我要把这个化为一个 传统文化生活富裕区 希望能够成为圆明会的一个政策 我们来一起推动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最近上个月 我接待瑞典的萨米组 主委们按一下 就是关于阿美组 其实北南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更惨了 某一个角度 可是事实上 我们这个自治法 是以55个原住民乡正式为思考的 那将来 我们知道 现在在花东地区的阿美组 留在原乡的 差不多有9万多人了 那现在我们在做那个部落的认定 也都在继续做 所以将来这个自治区的政府的建立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太大的困难 我们这个化的方式 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带状的 有一些地方是可能是区块的 有些地方是点状的 总之这些属于阿美族的 都可能纳入自治 都会有自治的机会 所以这个机会 当然没有办法说 完全像我们三四个三地乡 因为他们乡长本身都是有原住民保障 那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 但是这个在那个整个筹划的过程里面 大家应该都会去讨论 我这一次带那个乡正式长到日本去 沿路上我也跟在花东地区的平地原住民乡镇市的汉人的首长们 他们也同意吗 他们有很多都是乐观其成 只是乐观其成 其实他心里反对的要是 这个我们会继续沟通 但是这个并不完全是说 所以对你的那个非常正面的想法 我当然非常佩服了 事实上他反面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大 这是我所知道的 那我刚要特别再提的就是说 程序上你快点把部落的定义把它做出来了 快点公告哪一些叫做部落你才能够进行这个自治啊 万一自治法通过了你这个部落连定义都没有定义 也没有公告的时候 那时候你刚刚讲的可能就很难执行很难实施啊 部落的定义已经有了 现在就是要去认认 去公告嘛 快点认定公告嘛 对对对对对 这个程序你们一直没有做啊 会 我也没有听过你们说什么时候公告 预定什么时候公告都没有嘛 因为我们会啦 这个都在进行中 会是用讲的 做才是真的啊 我想把那个那个时程哦 我们在检讨以后把它定的更明确 来跟委员再做补充 对 因为时间不多 第二个我想跟你讨论的是 您的这个保障都市原住民权利这个项目啊 我看了你们是用 今年开始去年开始做第四期的这个进度 但是他的经费啊 增加的实在是不多 实在不多 我刚提了 大概百分之四十二的原住民族的族民啊 现在是住在都会区呢 住在都会区 你用了区区四亿的经费 九亿的经费 要照顾这么多的原住民呢 事实上在你的整个预算的结构跟比例里面呢 是不成比例的 你们要再多思考 因为我曾经提了一个原住民都会发展条例 呃 还在内政委员会 那个保主席啊 有机会啊 看看有没有可能 提出提出来 我们来讨论讨论了 都会原住民发展条例 啊 那如果有条例 当然你们就比较有依据了哈 那你们也注意这个方向好不好 我觉得都会原住民真的是需要扶持 因为现在我们在原乡啊 哪怕再穷啊 呃 这个上上下海都都都都没有问题 呃可以维持生活 但是在都会区 没钱就是没有钱 呃 那因为呢我们这个在本委委会 本委委会 这个会区会有两个法案是我一定会要召开的 一个是自治法 一个是原住民族的建设条例 所以呢你那一块部分我们就在那个建设条例里面并案来来做 那个建议马上回去查 哦 好 谢谢 那第三个推展原住民族教育 你知道我是非常关注这一块的 尤其是媒体这一块 这一块 我知道你们把大部分的思维跟呃 执行啊 放在电视 其实电台的功能啊 呃 绝对不属于这个电视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们为各族群来设立一个地方电台 啊 族裔全时间的族裔电台 在那个规划都没有 呃这个补助是有的了 而且这个补助是从很久了我印象里边 呃从原民会成立之前好像就开始 一直都有 那当然委员你讲的没错 就是我们其实呃 那个文叫那个文化基金会啊 事实上应该更均衡一点 对 特别在传播 有没有可能在就是各族群最起码有个电台 嗯 当然像少主五百个大概就不需要了 但是有节目比较容易了 因为那个要设电台哦就啊就比较 可是在很多地方的电台里边有一些原住民的节目 然后我们来补助 现在也在做如果是呃那个量不够或者是服务的范围不够 我们可以电台的补助额度有多少啊让 呃 我们这次一共有呃呃呃今年有18件啊 呃一共524万 524万太少太少了 这个不足以啊呃输出我们所有的相关讯息啊 啊 所以你们应该把多一点的经费再播到各个地方的电台 就算你们现在用地方电台来呃这个执行也可以啊但是额度太少了主委 是我们会报告员这个我们会会检讨就看看那个实际的状况哦 如果需要多编列一些预算来支持或者是甚至项目多一点哦 对我们会很多人想提出就是很不容易通过啊不容易取得 所以你就放宽一点满门放宽一点好不好 好我们会检讨 对因为因为这个信息的输出是非常重要的呃 第四个这个主委我就不用讲了我这个花了太多的精神在里面哈 啊第五个落实原住民工作权益啊最近我跟老老委会啊一直在谈一件事情是上次这个最近的公安事件啊呃在国道六号这个案件很多呃不不管是他是呃外劳也好啊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投老保没有投老保所以这一两年呢我一直跟呃要求老委会跟原民会来讨论有很多的原住民啊 他是做劳工但是他的老板呢是大包中包小包小包最小包然后都没有帮他们做呃该该做的这个权利的维护尤其是劳保这个部分 这万一工商的时候啊他们就是摸摸头就回乡所以你有机会你到东海岸去看看好多轮椅啊好多这个拐杖耶而且都是中年耶他们就是在西部工作工商然后就就回家然后就领政府的救济 平平平台领政府的欲存又少所以没办法去支应这个最起码的一个生活费用 所以我建议呢呃我跟老外科要求啊呃就你们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通过保险的机制来让所有的原住民的劳工啊 你们怎么样去补助 他们的这个保险 劳工保险 让他们在工作中啊 无后顾只有万一 有什么事的时候也不至于落到 什么都没有 那老委会说都有跟你们谈啊 那最近当然为了这个 事件我们刚好就谈到 现在要修法修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 劳工相关 权益都要有 第一包不管是他是同胞 什么包或者是甚至直接由 业主来负责啊 如果今天你是 员民会发包的你就给我负责到底 万年任何工商啊都是业主来负责 这个我们正在修订这个相关的 劳工劳保的法令啊 但是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很多原住民啊 就是这样 他不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低着头不好意思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然后就在那边 爱声叹气这个部分呢 我希望你们多花一点这个精神 现在就业贷金啊 呃这里说你们呃去年收到了两亿八千八百零五万了 那么这个钱这个经费这个预算你们都用在哪里 呃主要是在就业的对 用到哪里去了就业贷金 用在短期就业的短期就业 创造了一定的就业量吗 有没有数据说哎呃我我我用在这个用这个就业贷金有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有没有 有没有那样的数据 这个经费是已经回流到我们原住民主综合发展基金 我们我们整理一下 回去整理好啊送到委员会来好啊 呃因为这个这个部分呢关系到原住民基本法的尊严也关系到呃我们的权利 因为那个那个经费进来以后啊就是给原住民主综合发展基金 不管你们是用在哪里 是 我觉得要善用每一分钱 善用每一分钱 呃关于你们特别提出了99年度促进原住民在地就业计划等等啊 我们好像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建立主委啊你们任何处事推出的计划 第一个就叫给原住民的委员啊 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协助你们去宣导 甚至呃这个催促执行 你的执行力才会高啊 你不要自己蒙着蒙着头在那边坐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 你看我这个会写啊 好像除了美平来办公室以外 处长好像只有洪亮钱来 阿朗有来过一次 蔡周知就没有来过你看 显然你们这个工作 报员这个我们一定会改进啊 以后这些要推动的事务啊 应该都让委员们很清楚可以很多的协助 我们是我们是最好的助力啊 对你们来讲 我会特别要求蔡周知常常去 哦这个真的真的要要改善要改善 那最后哈 因为还可以一直讲吗 可以 没问题而已 我怕你按铃啊 不会不会 不过按铃也没关系 没关系 所以我刚刚已经提了这个在地就业计划 还有第六项的促进原住民族健康的部落安全设施费 讲到这个补助费 主委 你们现在呀 真的是很好 让我们原住民在原乡啊 就医的时候有就医交通补助费 就医交通补助费 但是地方一直在骂 哎 这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政策 结果呢 因为你们的经费啊 只给他一二十万 五月份就用完了 然后六七八九怎么办 那个里长被骂得要死啊 就骂到我们这里来 是这个这个编什么政策 做什么政策嘛 要给就给良善的 要给就给组额的 你不要做到五月份就已经没有钱了 然后那个里长啊 还自刀腰包呢 不然会被骂呢 现在这选举没有票呢 所以这个你们就能不能宽利一点嘛 这个费用 不然就干脆就不要有这个就医补助 就医交通补助 有 我们如果不够的话 是不是可以宽利 能不能再申请 可以宽利 比如说哪一个 我抬东西 今年你给我五百万 结果六月就没了 那后半段怎么办 能不能再跟你们申请 还是有其他的管道 抱怨这个 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因为 所以要多了解民营啦 好不好 那这个部分我去讲到这里 但是你这个计划要给我 这个安全设施补助计划 办理 你们这里又写说 规划 办理原住民长期照顾工作 规划的内容 让我知道好不好 好的 好 我们要做出一个比较 跟行政院的相关 长期照顾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符合 我们要 要监督 我要看你们的报告 因为你只写了 十五个字 就把这个 这个重要的 未来跟原住民原乡的这些老人家 非常有关系的 你用十五个字就结束了 这个未免太单薄了 那 最后呢 这个保障原住民的土地 是我的最痛了 这个 我当立法委员九年 每年做的事的重点 一直都是土地 从土海法的 这个建制的争取 乃至这个法案 在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 来来回回 我们每一次都是阵痛 都是阵痛 那么现在 我看到你们这里的 报告 诚如我上次 大概是年初吧 我们做 也是在这里的 业务报告的时候 我就问了 你们的 这个传统领域的调查 到底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真正的 其中的报告 是什么时候其中报告 还是会无限期 一直给他办 然后都没有结果 我们现在 大概好像剩下一个组的 六个 还有 你说 我请处长 我们在传统领域调查 现在是做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其实做完了 那个成果报告都有 如果我也要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 第一阶段我们大概是 委托那个台大的团队来做的 还有 乡公所地方政府一起做的 第二阶段是以各族群为主体 然后委托的那个 那个厂商也是属于原住民的 协会或者是专家协者来做的 那实际上第二阶段是从96年到100年 那我们已经做了八个族群了 那还有六个族群 那是明年 明年底结束了是不是 原则是要在明年底可能会延到101年 因为六个族群没有办法一口气做完 其实那个成果都有了 我们第一个初期的成果也有了 所以你一起完成了第二期之后 对原住民到底有什么帮忙 这个传统领域的调查 我觉得 有没有肉可以吃了 吃不吃得到肉 如果自治法通过 我们这个吃到肉的机会就更大 对 如果现在我是觉得 因为那个传统领域 有时候会跟整个神话传说 跟我们传统的这些都有一些关联 其实各个部落或者是各个族群 也有高度的重叠 也有在它的那个变迁的过程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整个调查出来以后 有一些是属于神话传说 属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信仰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层次 另外一个层次呢 就可能就跟我们要制定的这个土海法 能够跟我们的自治法能够相互配合 让这个我们族群能够管辖的领域的轮廓更加的清楚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意义 还是在让我们很多的老人家 借着他们的记忆 把我们可能这一代的人已经遗忘 甚至已经不知道的 我们的传统的领域被描述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它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 我们比较需要的是它实质的一个对原住民的土地的一个协助 到底有没有办法吃得到肉 是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 反正你都在努力 我们要的就是你们要做出这个阶段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搞策略 完成了就完成了吗 还是因为完成 所以我们得以可以进一步的拿到什么 得到什么 现在的情况我们也是往这个方向走 保护员 我知道啊 我们只要蓄积一些新的条件 蓄积一些新的能量 为我们下一步要走的路往前推 维持我们的策略也是这样 只是希望委员们多指教 然后就这些工作还哪里不足 让这个蓄积能量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好 你有没有找我们研讨啊 有话我们每次都找委员 你忘了我们好几次 我们都是处理个案啊 有有有 整体的讨论 我们这次法有找过两次 委员有一次你还着急吗 是啊 我们都有跟委员做报告 我们那个有点像聊天啊 不是在谈政策了 先次改一下 那主席还没有 还有还有 这个补办真话边 应该是补办漏报真话边原住民保留第十四计划 那个多庄女朋友跑了那么多 也处理了一些相关的个案 这个是目前的 在我们投海法完成之前 过度的重要的一个政策 在总执行的时候 特别关注的是 你们这里所写的 到目前 本年都已经完成1500笔 面积400公顷 太少了 太少了 是他们没有申请的 还是你们的作业流程太慢 我听起来应该是作业流程了 你们没有人手 也没有经费 测量也没有 也没有钱去测量什么的 所以你们的这个程序啊 一直一言再言 听说一万多笔嘛 申请现在对不对 你才做个1500笔 十年才会做完呢 对我们有跟委员 也上一次在 在总咨询的时候也发布了 就是 他本来到明年嘛 对啊 我们会再 我要求顺严嘛 再演个两年 最起码两年了 我们也会检讨 那个情况 那个细节就是将来 怎么样能够增加快速一点 是不是流程上也没有问题 你没人就要人 没钱就要钱啊 你们都没有开口吗 没有跟行政院开口吗 我们现在在那个组织改造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每天在打这个仗 也是一直这样讲 那我们也很愿意跟委员 在这个部分都 都让委员了解 你们也没有跟我诉苦过 说没有钱啊 有啊 那个经费 设备的我都给你们了嘛 不是那个人啊 人很重要 用约聘 或者约顾的 就是快点完成 因为主席 你可能比较不知道 那个都是阿美族的痛 都是阿美族的土地 还有排阀男主也是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 把这个人跟设备 这两个部分啊 跟行政院多要一点嘛 杜章处长说明一下 不不不说明 主席一直看我的时间啊 问题说明一下 到底快难点在哪里 主席特别要你说明啊 对啊 是人不够还是全不够 虽然他的笔数都只有四百多公元 我们现在其实办到现在 在补办正话边 总共的总共的供给数 大概八百多啊 跟我们当时一起 八千九百公顷是差很多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 申请的笔数其实很多 是一两万笔的那个案件数啊 但是最后这里面有一些过程 当然人力跟那个 那个设备还有就是 钱的部分 当然是有一些不足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在 跟其他工产机关协调的时候 很难同意我们的正话边 都是打回票的多了 工厂机关是包括哪些 就是 台糖 退附会台糖国产局 台糖没有 零物局 所以很多案件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送合的时候就被退回来说 不这个不合规定 不合标准 然后全部都打回的 其实是很多 所以这跟我们当时所一起 八千多公顷 其实 这如果就算再延两年 其实平常讲 做有没有两千公顷 都是个问题 所以我说你们做十年还做不完 主委 我建议 不是这个问题不跟我讲 不是说做十年 是说在这个正话边的认定上 是需要工产机关的同意 对 我现在就建议你啊 主委 你要把这几个工产机关 工厂啊 工厂啊 不是工厂 把这几个工厂机关啊 邀来 大家面对面来协商一下嘛 我上个月 我就请国有财产 来协助 我提的一个法案 叫做原住民族戒严时期 土地流失补偿条例 他说哇 这个很难过 但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 有方法 我现在知道了 我们就是在国有财产法来修 就可以达成这个 加速完成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有很多工产机关 跟你们跟民众诉讼啊 我知道 在去年初的总执行 我就要求 我都那院长 把这个诉讼中的 所有的这个案子 只要碰到原住民保留地 就暂停诉讼的程序 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这个机关啊 尤其林务集啊 好像一直持续 一直跟民众进行诉讼的事 这个部分我们会 会跟行政院来谈这个事 但是我要你知道 我们也会去跟他们 对啊 年初总执行 你已经当主委了嘛 你知道这个事嘛 是是 所以你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杜庄 你要坚持这个 曾经院长亲自口头应援 在总执行的时候 答应 所有的诉讼程序 只要碰到原住民 是原住民的问题就 这个诉讼的就暂停 好不好 你要善用这个啦 好的 最后 还有最后 就是关于这个 阿美族啊 这个都会原住民 尤其是阿美族 落难行水区的这个 这些事情啊 我寻回了全国九个部落 都在河床边 都在这个高滩地 那我们基本上处理的 大概有一些进展 剩下那个比较难的是台中的部分 我是要求原民会啊 就这九个部落 做出一个政策出来 我跟他们说 我们中央会做出一个政策 一体试用的 不要你台中有台中的处理方式 台北有台北的 桃园有桃园的 宜兰宜兰的 真不好 对 原民会做出一个政策 应该就我们 我最近所提的 这个社会住宅的概念啊 是不是趁这个时候啊 这个风气这么高涨的时候 找一些国有土地 你们去找 不要等国有财产局啊 你们也可以主动的去 找附近有没有国有地嘛 只要是没有人用的 非公用的 我们就跟他们要求 让原住民使用 人家白让也是这样子做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做呢 对 报告委员 这个你刚才提到 那个要做整体的 这个我非常同意 而且其实 我跟水保 水利署 署长也有共识 就在流域地区 有原住民的这些 这些 那些我们说 住宅的 对 我们要做一个整体的调查 然后也弄出不同层 次的策略了 这个当然也包括台中那边 台中那边两个地方我都去过 那我们现在 很希望县政府的部分能够提出 能够有一些地了 对 至少他们本来要拆除 他们我们都 都让他们暂缓 对 那你提到说 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我非常同意 而且我现在也是 往这个方向 我们那些数据出来以后 大概全 我们大概有十几处 目前还想还有十几处的 十七处的这个 这个 在巡水区的这些 违建也好 或者说我们同胞 居住聚集的地方 我们应该要有不同的层次 也不同的策略来去 来去解决 那这个里面 也非常需要委员们的支持 因为这里面 牵涉到很多的相关的部门 也牵涉到很多的地方的政府 有的说我们也很难从原住民 各原民会个别的 这样去完全能够预成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 我也能够 我们一起来援你了 对 所以你们要主动找我们 不是我们去找你们 是 好不好 好的 是谁 是洪良权的业务是不是 这是 你要主动 我们要做出一个政策出来 所有的这个行水区 看怎么处理 因为陶影的 我就进去看了 已经解决了大半 对 那边解决 像这样 当然案件来处理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有一个 整体的政策 是 谢谢